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这澳大利亚的故事 我们现在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那么这个澳大利亚 某些地区啊 非常严重 没有下雨 半年都没下半地 那麻烦大了 澳大利亚我去过 有袋鼠啊 五尾熊 那么这个袋鼠呢 因为啊 在一个草原里面奔波 那么这个奔波呢 碰到了大部分的沙漠 又没有下雨 结果啊 吃到什么 因为没东西吃 没有东西吃 因为不下雨 太久没下雨 没有东西吃 那么袋鼠啊 也不分别 只要有东西吃就好 就吃那个尤加利树的树叶 这个尤加利树 它含有微毒的 它是五尾熊在吃的 不是袋鼠在吃的 但是这个 啊 五尾熊 它能消化 这个尤加利叶鼠 这个袋鼠没办法 有一次 看到月轻的袋鼠 跳跳跳跳跳 撞到岩石 哎 袋鼠一跳就是几米啊 跳得很远的两只脚 一蹬 那么有个袋子在养育 它的儿里的 叫做袋鼠 这一跳就是几米 一跳就几米 后来有人发现 哎 这里的袋鼠为什么不一样 一跳跳跳跳 撞到岩石 再跳一跳 又撞到树木 明明那边没有路 这个袋鼠也跳 跳进去 撞到草丛里面 就是跳不出来 后来啊 这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注意 就捕捉 捕捉这个袋鼠 用那个麻醉药 然后让它震惊一下 就一看 哇 不得了 这里所有的袋鼠 都得到一种病 叫做白内障 这白内障不是人才有的 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 通通得到白内障 因为吃到有毒的东西 慢慢慢慢 就眼睛病变 全部都白内障 看不到就对前方 找不到食物 找不到水源 就一直跳跳跳 就乱撞 有的已经死了 看到这个啊 我们呢 就拿这个佛法来相契合 吴伟雄是这个 尤加利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代数不行 科学家在怀疑 是不是他引起的 结果呢 一分析了 吃到有毒的植物 因为他眼睛看不到 好 这个用标法的角度来说 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内心很烦的时候 活得很煎熬的时候 总是要找到人生宇宙的真理 让自己解脱 因此就有宗教的信仰 伊斯兰教啊 天主教啊 基督教 回教 回教就是伊斯兰教了 那么佛教啊 那么还有我们中国的儒教 那么 这个澳大利亚的代数啊 就每天吃一点点 每天吃一点点 就像我们一个人很想修行 结果 碰到了恶之恶见 斜之虚见的人 问题是 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善良 他也叫你做善事 他也叫你听经文法 他讲起来 就好像是佛陀的代言人 结果啊 每天听一点点 不正见的 不管是出家或在家人讲的 不正见的 一天一点点的读 一天一点点的读 读读读读 法师会命啊 就像猛背了一层白内障一样 因为每天都接受这样错误的观念 就像这个代数每天吃一天有毒的东西 而不觉悟 不觉知 所以修行的三大关键 第一 列为第一 你必须清净 圣上知识 你清净的这个人 这个知见 是要如佛的证见 要没有这个 宁可不要清净 要没有这个证见 你怎么解脱 所以 现在一切在这个末法的时期 只要随便沾到一点佛法的边 就把它误为究竟的 而且四肢不放 劝也不听 我们也无能为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